所以我覺得他們三向走上路應該還蠻強的 就大概是一個比較爛的雷姿 但後來我發現這世界上已經不需要雷姿了 大家有了立山走之後這英雄也不太需要 所以 入了一個疊魔旗 那疊魔旗對方是有暴墨大劍的西威爾 中路這邊又是一波強抓 Winz的EQ雖然沒有戳中 但是競技場這一波在後阿豆哥沒有閃現的情況下 這個定位就非常的重要 上路這邊又要一次2-1Morning 但時機又是抓到Morning要變大 Morning直接反身把阿琪打掉了半條 寫兩個老隊友的廝殺 這邊JK絕境過來駐拳 一次的翻山過去Morning 往後想要來換人頭嗎 先利用碎炎來緩速一下 JK再往後一個原始衝撞 又是暈眩到了兩個人 他要準備變小了一個假數的加成 而且他非常的頑皮 還回身點JK完全是一個挑釁的動作 說阿琪你來啊我知道你沒魔了 下路的RD很危險 他已經爆掉直接被灌了一波傷害 由露萍拿下了人頭 翹羽在後方還直接交散 動作了以色拉再一個日文聖盲 從天靈蓋直接把安妮給蓋死 這樣赤裸 不是是赤裸 赤裸 下路這邊的又是一波夾擊 RUPI一個人擋出 三個人先被灌倒了 傑哥的進場稍微晚了一點 但這個傷害好高 以色拉直接被融化 RD以及JK直接被CHAO 已經往後拉掉了 以色拉直接吃著傷害 往前閃現硬罐 CHAOI CHAOI閃現往後拉以後 Morning要準備變大 這一波感覺要爆了 Morning一個狂笑的猛擊 一拍五 OMG 現在是一個三打五的情況下 各有一個人死掉了 CHAOI這邊是拿走一個Double kill 人員倒下 JK還有半鳥血面 WINS往右側一個大絕 關注了兩個人 後面的傷害跟上來了嗎 RUPI先往後拉掉以後 迴旋之刃刷到傑哥 拿下了這個人頭 RD要來收殘血的傑哥 傑哥左搖右擺 看起來腰力相當的不錯 RD這邊終於利用他的飛焰隊 把他的老情人傑哥給集結實 但是WINS這邊跟上來 要幫傑哥給報仇 RUPI一個普攻 有紅BUFF黏住了 RD拿下了Double kill 這一波就是一個 大概什麼五打二的會戰 真的蹲到人嗎 WINS這邊選擇直接硬蓋以色拉 跑了 RULU的大絕的以色拉 反身 CHAOI這個大絕套在自己身上 並沒有造成太好的傷害 變成小動物直接被帶走 但JK這邊也是沒有血量 WINS再一次的EQ進場 NAR往前跳 又推到了三個人 RUPI的血量 彈得住 他彈不住 RUPI還在往前點 但RD直接選擇跟他對打 傑哥這時候的EQ控住了 RD但是他拉到了牆裡面 但WINS的EQ可以穿牆 他最後的普攻帶走 再閃見出來 Honar Dog並沒有利用普攻 把他給點死 晃了一個 Ionia自削以後要準備拿俄語 Sniper要反擊 絕對要等到這個時候 以色拉現在好危險 又是RULU這邊是閃線上來 幫他靠大絕 但還是被定在原地 WINS一個EQ挑飛以後 再往右側蓋團再一觸擊發 接根雲速了阿琪 COWIE是閃線上去利用暴血結界 來幫助流住殘血的阿琪 蒙寧這邊是彈了非常久 RUPI終於進場開了大絕 直接把RD給壓出輸出位 COWIE在後方收掉了 劃不來的 這個不如說還是開車不喝酒 或者不開車 對不對 這個有機會 在草叢裡面 COWIE這邊是怎麼感受到 兩個人在裡面的呢 回身套了自己 湧動墳地撐到毒品 這時候是直接對前排的 兩隻坦克做輸出 阿琪已經要倒下了 WINS直接在塔前蓋住了三個人 花都可精神拖延一點時間 但捷哥坦了塔 然後後方的COWIE可以繼續做輸出 COWIE再次急速並次進場 拿到了一個徐勞KILL 以後MONIN連RD都不放過 閃線上去硬翻 把RD推在塔上 坦了雷射塔 最後還是被帶走 但WINS拿到了A 反倒兩個都沒開 這一定得K對不對 沒有 一定開得到 又是一次 這個上來 UBO COMBO要發生了嗎 捷哥再一次的進場 MONIN剛好變大花豆個殘血 也逃不掉 只有以色拉一個小安妮 搖搖擺擺地回到了溫泉 看著自己家最後的一座均嬴殞落 這波台北安殺星要結束比賽了 Sniper是扛了一個2萬塊的經濟烈士 沒有辦法在後面的10分鐘 跟TPA進行任何一次的團戰交鋒 那就恭喜台北安殺星在第二輪的交手 拿下了他們的第13勝場 拿下了這13勝